大家好 上角各位老师同学和大家讨论 今天我们向M1 将为大家演出一个很美丽的同学 那就是牛郎和姿女 相传在很早以前 男娘成犀牛家庄里有个聪明中厚的小伙子 她叫牛郎 她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 只好跟着哥哥和姿女生 哥哥及姿女生分类 非常大 实在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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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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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近这间老牛突然开口说话了 他对牛郎说 牛郎今天给你去吃一盘啊 牛是一盘的 牛郎是红色的 谢谢张小 所以我们是红色的 是我们最长的一盘 牛郎见老牛投资人员 又时代出口性变得比较 牛大哥 你这会说话了 你说的是真的吗 老牛给了解脱 牛郎便悄悄躲在碧莲池堂的草丛 等到仙女们的来内幕一会儿 天上果然七位仙女提醒 来床间里 他们在一群池里挣扎 这时 这时 便从草丛里跑出来 拿走了红色的仙衣 仙女们见有人来了 芒乱纷纷地穿上自己的衣服 向小两般的飞走了 只剩下没有应付而无法调走 为仙女 她正是知名 知名见自己的 因此 谁会被一个小狗子抢走 又修又修 却如何难过 这时 牛郎走上前来 对她说 只要她答应做她的机会 她就把她的屁肠拿给她 牛郎说 今天游戏 让我们从方公主一起做幸福的生活 祝你 从这两天的身体 她们就此结为夫妻 男跟女生 舒服 和女孩 过了几年 她们生了一男一女 两个人 十分 将来 如果她开心者的 人间一年 天下一刻 王虎之道 知名 牛郎私自结为夫妻正面之后 某人他母 马上开遣天兵天降 去把知名做回天兵的对抗 这一天 知名正在中 下山前 天啊 牛郎 终终 看了 眼睛 整 整 倒数 终 耶 啊 老牛死了 他临死前说 要我摘她死后 懒 把牛皮波下上场 由家里日 一向她 快上天去 不信你一听 也伤心的牛侠姐妹 正在這時狂風大座天兵天將蒙天而降 抓了之女便不悲死的天堂 正飛著飛著之女聽到流浪的聲音 之女回答 請見流浪一手插一個 帶著兩個兒女 抵著流浪趕著慢慢地 他們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了 孩子們都張開雙臂大聲叫著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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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現在女來河真語就要相反了 想住在這時 王母叫著兩羽大小的 他在情急之下拔出头上的精彩图画 一道波涛汹涌的天鹅就出现了 牛郎和织女被躲在远岸 织女望着天鹅对岸的牛郎和儿女们 哭得伤心死了 牛郎和孩子也哭得死去而来 这时他们的夫妻朋友们善间死却千万坚却没得了 他成雀桥 让牛郎织女走上雀桥相会 王妇娘明对此也不愿意 既然如今两年七月 新日与雀群相会 传说每年的努力七月初心 若是人们在调价下 您的努力和平 可以仅仅听到天鹅咒铃 牛郎和织女在生前的交谈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